这次气象局对于桃园地区的预报 不管是风跟雨 都跟停课停班的标准 还有一段差距 那么就新北或是基隆北海岸来讲 其实有受到比较严重影响的区域 也只有沿海的部分 我可以理解说新北为了它整个 新北的这个整体性 它必须要做这个停班跟停课的决定 台北因为被新北 包在中间 所以它应该也要做停课跟停课的决定 但是我们桃园离这个气象局的预报 停课停班的标准 实在是还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去跟进做停班跟停课 那么依照牢基法 如果是在新北或是台北上班的桃园的朋友 其实依照牢基法是可以不用去上班的 你应该也没有也不会太大 还没有开始 其实他们都自己住了 我那个 新的口罩 谢谢各个支出单位的报告 今天下午五点半开始 我们就把这个地面中心从三级提升来二级 主要是因为路上台风警告 已经对这个北部新北海岸跟基隆海岸已经发布了 那么我们非常庆幸是上次上礼拜的台风 呃台风还没有到 那我们就开了一个预备会议 呃请大家提好提前准备 那么非常庆幸是上次台风就一直往南偏 对于桃园来讲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但是我非常感谢上次台风 各位能够配合我们 在预备会议的时候 就依照预备会议提醒相同啊 都有做一些准备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有备无患 呃这次台风看起来 呃对于基隆跟北海岸影响比较大 我们希望对于我们桃园地区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 那么呃 现在照气象局的报告预告 呃明天的这个风跟雨 应该都不会到达停课停班的标准 但是呃我们呃还是必须要提醒 就是说即便没有到达停课和停班的标准 刚才像是这个消防局警察局这个报告 我们希望在沿海或是一些山区的地方 特别要注意 不要让我们的呃市民朋友到海边或者到山区去做 比如说或是这个消息这个 这个游泳游气的这些行为 那么另外就是呃明天在不妨碍自己 要顾好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呃每一次 不管是呃台风或是只是下暴雨 造成淹水的原因 上次其实也提醒过 就是说在这排水的管道上 呃 不管是我们的水务局或是我们驱工所 那这个呃呃 排水的管道的这些垃圾的清浮 务必要同时做即时 呃在下雨之前 下大雨之前能够把这些落雨垃圾清浮 可以免除大家很大的方便 但如果造成淹水的话 可以免除大家很大的方便 所以明天在顾好自己安全的 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 对于我们所有排水设施的这些畅工 请大家还是要务必更花这些心理 所以我想在所有的工作里面 还能够呃设法 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地区管低窝 或是低窝 不要淹水 这是让我们的市民最有感觉的工作 所以这个 请大家还是务必 呃多花歇斯 去把这些排水管道也是唱中 呃 原来要很多事情要提醒 不过听各个建筑单位报告 其实大家都 依照过去的经验都已经有 呃 准备 不管是积蓄的调度 或是这个收入工资等等 都已经有做准备 我今天就不用再花大家的力气 呃 花大家的时间 来提醒 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呃 呃 呼吁就是说 呃 在这个灾情 会要出现 或是已经出现的时候 务必发挥最高的警觉性 呃 这个 如果说造成灾害的时候 在救灾上面的时效 在不影响自治安全的情况之下 务必要掌握时效 在最快的时效下 能够把这些暴露也好 约准情况能够呃 继续的排斥 这个是我觉得 从市民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最关心的事情 好 那么所以 呃 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进入在我们的 二级的命运中心 那么就请大家多多退心 呃 呃 希望说不用到一级开设 呃 这次的运动应该不会到一级开设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 我被换 不管是三级或二级 呃 大家只要说 呃 这个 这个 最用心 最激动的这种心态来面对 我相信我们 呃 能够把这个 逃云的 呃 安全啊 能够造一个 比较好的机械 所以在这边 更多谢谢大家的辛苦 然后呢 呃 接下来这一两天 请大家提到解决 让我们大家发挥这个解决性法 然后来全力 再一次谢谢大家 哦 谢谢 目前好像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呃 这次气象局对于桃园地区的预报 不管是风跟雨 都跟停课停班的标准 还有一段差距 好 那么 呃 就新北或是基隆北海岸来讲 其实 呃 有受到比较严重影响的区域 也只有沿海的部分 我可以理解说 新北为了他整个 新北的这个整体性 他必须要做这个呃 停班跟停课的决定 台北因为被新北包在中间 所以他应该也要做 停课跟停班的决定 但是我们桃园 离这个气象局的预报 呃 停课停班的标准 实在是还有一段差距 所以呃 我觉得我们这边 在这个时候 呃 不应该去跟进做停班跟停课 好 那么依照牢基法 如果是在呃 新北 或是台北上班的桃园的朋友 其实依照牢基法 是可以不用去上班的 那反过来呢 呃 如果是住在新北 或双北跟进入朋友 在桃园上班的话 其实本来在户籍地在那边 就可以不用来上班 所以 其实依照这个牢基法 或是这个相关的法规 呃 我们这边继续呃 上班上课 但是对于居住在新北 或是通行在新北 台北的朋友 其实不会有安全上的影响 好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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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